你不看我今儿就把门给我砸开你 砸 你还长本身你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把门锤开 你开不开 我喊三声啊 住手 我开不开 三 二 住手 干什么 宝贝 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是我的家里事啊 你们今天都跟我向一边去 秦云 我告诉你 你不看我今儿就把门给我 现在要是有人报警就是大家都哦 还是吃蟹 进去十五天不说还得留暗底 不好意思啊 我跟李梅先生说几句 陈先生 这是您跟任外眉小姐的离婚协议书 您要想离婚现在就可以签字 民众局五点半下班 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怎么样 签完协议书我送你们去 陈先生 秦先生 您呢 不可能在里面一辈子 这个门早晚得开 要是有什么误会的话 您把门打开 咱们把误会说清一呗 任妹妹 你别以为你把这个温神叫过来 我就怕你们 我今天就是跟你们没话说 既然跟我们没话说的话 那那您就跟警察去说吧 警察 什么警察 你凭什么报警啊你 晴雯 你差不多得了你 别让他把电话放下 谁 谁 谁差不多得了 这个电话呢我也可以不打 但是 您可不可以让我进去 我保证就有一个人 跟您聊一聊 你先让那个人走开 你没完没俩了是不是 你要不想把事情闹僵 你就去楼下找我 听话 交给我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啊 好好找找吧 好好找找吧 这天上地下 你可得好好找找 好好查查 有什么来呀 每个小细节你都不要错过 对吧 你看看 你看看 这里面有人吗 这床里是不是有人啊 没有 所以我说你们今天闹得真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我很生气啊 你告诉那个粗坛子啊 今天的这个事我跟他没完 非常生气 这个 不是 那个 谁的手机在响啊 是 大便活人 他是那个 你干吗 你拍什么招啊 你别拍别拍 你别拍了 别拍 你 你还拍 拍什么呀你 你别拍了 我要真找女人的话 我要真找女人的话 我能把女人带到自己家饭店楼上吗 我傻呀我 我刚刚这照片拍得 真好 你看 你们俩这肢体 这神态 说你们没问题都没人信 秦氏 我才是你亲哥哥好不好啊 你怎么总是帮着外人搞我呀你 你把照片删了 删了 我现在的身份是人眉眉的代理律师 秦先生啊 你得自重 那你那律师费不是从我兜里出去的 照片删了 秦总 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秦律师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要不 我出去跟美美姐解释解释 你跟她解释什么呀 咱俩清清白白 你解释什么呀 你说 你出去找她 你还不够当盘菜让她给啃了呢你 你先退去 帮我走吧 去哪儿啊 想离婚吗 你让她先签 你让她先签 凭什么我先签啊 她提的离婚 你让她先签 郑阳说瞎话了吧 刚才你听见了 是她今天说的 这回你不能总帮她了吧 我没说 你没说你失忆了吧你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可以不要这么幼稚了吗 我说你们两位呢 经济独立 财务自由又没有孩子 眼前这份离婚协议书 已经是第十七版了 完全可以拿去做饭本了 建议二位赶紧把字签了 各自奔向彼此的幸福生活 不好吗 根本就是离不了婚的两个人 天天把离婚挂在嘴边 作为你们的离婚律师呢 建议你们回家想清楚 离有离的方式 不离有不离的态度 整天这样吵来吵去 真的很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说你呢 秦文宇先生 请你时刻紧急 你是一个已婚男士 应该尽量避免 跟任何异性单独相处的机会 任薇薇女士 如果你仍然想继续这段婚姻 请给予你的伴侣 最大的尊重还有信任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 我给你律师费三倍啊 律 律 律师费 你还给他钱了 不是 你怎么能 这么坑你嫂子呢 掉钱眼里了你 老公那天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我给你道歉 对啊 你这道歉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 你吃饭了吗 你没做我吃什么呀 你没做我吃什么呀 我坐 不是 你别走啊 我这还没说完呢 你光道歉就完事了 我问你啊 你凭什么给人家慰慰慈退了 人家小公家多不容易啊 背这么大一黑锅 我叫来出去怎么找工作呀 任美美 你得好好改一改你这个吃醋嫉妒的毛病啊 怎么着 在你眼里全都是肩负淫妇啊 你忙得过来吗 我跟你说 赶紧支持给我解决了 怎么着 什么呀 你把刀放下 美美还给你告状了是吗 这你甭管 你就说怎么着吧 他三个月食用期满了 没有达成业绩 所以合理辞退 如果他对我有什么不满意 可以随时去劳动仲裁部门投诉我 还有什么问题吗 起开 干嘛去啊 睡觉 你不做饭了 胃口 我饿呀